大家好,欢迎回到松石新宇 刚刚我看了这个新一奶爸的一个直播 讲美国农员部可能要宣布核聚变的一项重大突破 这个听完以后我也很感兴趣 我就查了一下相关资料 发生核聚变要突破的这个装置就是我这个图 这是哪呢?是美国的劳伦斯实验室 它全称叫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可不简单 我们特意找到了这个实验室的位置 这就是这个实验室在加州的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全景 那么可以看到它里边有很多复杂的楼 我们特意把这个标志弄成个小太阳 因为核聚变不就是个小太阳吗?是吧 那讲到这个核聚变我们就想起了什么呢? 核电站 对,核聚变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当然说原子弹我们清淡也早爆炸过了 现在是民用,是希望的发电 那核电站实际上它的原理并不复杂 它和我们的火电站区别就是前端 到后端都是通过蒸汽带动这个七轮机发电 就是前端你是烧煤还是烧核燃料 就是说链式反应 那么现在的核电站 大家知道都是核裂变 就是原子弹那个反应 那么它目前来说是所有的地球上的所有的商用的已经投入的电站 都是每个核电站 现在有多少个核电站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核电站位置还是很多的 可以看到这是全球的核电站的分布 这是欧洲的 这是美国的 可以看到美国的核电站大多数都位于中部和东部 那么在西部的话也只有四座核电站 在这个中部和东部有几十座核电站 那在欧洲也是遍布各种各样的核电站 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几十座 那么这个冬天欧洲会非常冷 因为可能会缺少天然气 那这个核电站在比利时在法国在德国已经退役的 因为日本的这个核电站泄漏之后 欧洲也掀起来一个绿色的所谓的绿色革命也好 绿色浪潮也好 那这个过程中 欧洲停掉了很多的核电站 那为了被冬天的不挨动 所以他们好多核电站又处于一个准备的阶段 那我们再看一下亚洲的核电站 这是亚洲的核电站分布 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海 就海岸线上沿海地区 从大连 烟台 连云港 一直到秦山核电站 福建 广东 大大小小也遍布了十多个核电站 再一个就是日本和韩国 为什么核电站要挨着海边呢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水 那核聚变核电站和核电站区别大不大呢 它的原理上呢 也是我们前面说的后半段也是没区别 后半段也是你把这个通过核聚变产生了热量之后呢 生成蒸气再推动气轮机发电 也是一样的 就是前面它和核烈电和火电站和燃气电站不一样 那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难的 那这一次美国的突破呢 如果能实现了所谓的 叫什么呢 叫能量的净增益 那就是可以说 他们获得了这个技术的胜碑 什么叫净能量增益呢 就是说核聚变的时候呢 输入的能量 现在啊 所有的技术呢 输入的能量都大于输出的能量 跟做生意一样 你是赔钱的 你投入的和产出的 它不升比例 那现在美国的这个实验室呢 叫罗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呢 他们可能呢 是实现了输出的能量 大于输入的能量 这就可以发电了 大家知道太阳就是一个 天然的这么一个核聚变装置 没有了这个核聚变装置 我们所有的都不会存在的 那这个实验室呢 据说呀 新一奶爸他这个直播的时候说呢 说这个当时呢 因为输出能量比较大 把这个测量装置都给摧毁了 所以呢 又重在复合这个事 那美国能源部啊 和这个实验室的人呢 也在说呢 说呢 他们无法正视金融时报的报道 但这个能源部长叫格兰霍姆呢 说在周尔会宣布一项 重大的科学突破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于中国的广大的 网文爱好者来说 不屑一顾 我们早就实现了 在哪实现了 在网络小说里面 各种学霸的黑科技系统 把这个V型核聚变发电站 做到很小 做到工厂批量伸展 甚至做到小的 放到胸膛里 一举手就像阿童木屋飞起来了 我们早就实现了 靠什么呢 靠系统 靠系统面板 中国的网文作者 脚踏这个梅利坚 这个什么 头顶这个欧罗巴 我们率先实现了核聚变 开个玩笑啊 那当然了 这次核聚变啊 就是说 各国呢 都在做 那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核电站的原理 那么现在这个核电站啊 实际上它的坏处呢 其实是很多的 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 普通的核电站 它的问题在哪呢 它有很多问题啊 它主要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的效益 不是那么高 哎 你核电站怎么效益 还能不比这个 燃煤电站高吗 哎 还真的是这样 因为核电站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 核聚变核电站呢 它不能全功率的 这个开动 哎 为什么呢 它为了安全 如果你全功率开动 很有可能呢 会造成事故 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大量的核废料处理啊 也非常麻烦 所以现在呢 在核电站的 这个使用上呢 一直是试图呢 在其他方面进行突破 嗯 你像核电站里边 还有一个不好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核电站啊 它虽然没有碳排放 哎 它不会加重这个温室气体反应 但是呢 主要是什么呢 嗯 投资成本也太大 实际上你这个 投资成本里边 它也有一定的 你这个所有的投资 就跟我们说现在这个 电力汽车一样 你 汽车本身啊 没有排放 但是你发电的时候 是不是有排放啊 刚才我们讲过 这核电站呢 不宜满负荷运转 所以呢 也不适宜于低于标准负荷运转 经常是低负荷运转 特别是核电站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一旦泄漏 就是说不可挽回啊 日本的核电站泄漏呢 已经造成了全球范围内 对核电站的一个大的争议 那这一次欧洲呢 把之前关的 要重新开起来 也是无奈之举 那核聚变核电站有什么好处呢 它不使用这种放射性材料 哎 这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的好处 对吧 如果不使用这个放射性材料 那不这不就是一个 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吗 那当然了 如果是能实现这个突破的话呢 当然是一个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 这个一大性 性事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实验室啊 劳伦斯利弗洛尔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可不简单啊 这是它的这个 鸟看图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 这个楼与建筑啊 等等 这个实验室呢 它为什么不简单呢 它对标的是谁呢 它的竞争对手是新墨西哥州的 那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哎 知道原子弹从哪诞生的吗 对 就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在新墨西哥州 这个实验室建成的 就是为了给它竞争 在1952年啊 那个美国军方呢 为了实现这个 这个核武器的设计上的竞争 要赛马机制 又建了个实验室 这个劳伦斯是个人名 利弗莫尔呢 是个地名 所以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呢 就在加州 它和新墨西哥州这个实验室 都是搞核武器研发的 到现在为止啊 美国能源部的86%的费用呢 就给它的费用呢 它都在做核武器的开发 那主要是现在 已有核武器的维护 以及升级 以及这个所谓的 可一致性 延长选定核武器寿命 这8000名员工里边呢 4500人还在从事核武器的研发 剩余的人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进行这个类似于 极光装置的研究 核聚变的研究 这个其他的 你像这个爆炸性水动力实验 裂性炸药实验等等 其中这个极光设备 就是为了这个 惯性约束的核聚变来做的 所以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啊 在美国能源部也好 在美国的这个国防序列里边 然后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啊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呃 卫星俯瞰的图片啊 这个实验室呢 是相当相当牛逼的啊 呃 那当然了 不坑不喘的 大家觉得哎 这么就突破了呢 是不是不坑不喘啊 不是人家一直是在做啊 呃 在这个 这么说吧 在这个核聚变的两大聚处里边呢 他们一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核聚变啊 那个咱不是李老师啊 咱也不是心意乃爸 做了那么长时间功课 我简单个 讲一下我的理解的核聚变是什么 那核聚变呢 它实际上就是 呃 两个较轻的核 它在融合过程中呢 产生的这个质量的损失呢 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哎 这个呢 就是那个 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嘛 E等于MC方 对吧 质量的损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哎 原子核中呢 两个原子核在结合的过程中 只要发生了质量损失 哎 它就会诞生特别大的能量 那原子弹的是什么呢 是两个重的核 哎 两个重的核 它结合到一起 它产生了中子 然后 产生核裂变 呃 那么 它是把重的原子核 变成轻的原子核 那核裂变的这个核心呢 就是它用的不是放射性的材料 哎 你比如说 它用什么呢 用刀 哎 用刀原子 两个刀原子在一定的条件下 比如超高温和高压 哎 就会产生这个原子核的这个聚合作用 哎 那这个里边呢 我们不能说把原子核用手拿着 你点着 那不行 是吧 这个穿合也好 刀也好 那么一小疙瘩 很小一小一疙瘩 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但是它必须在悬在空中 哎 那就有了什么老毛子 俄罗斯发明的那个 就前苏联港的那个托克马克 那个装置 那个装置呢 确实是比较神的 也比较有科幻色彩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个东西吧 哎 这就是一个托克马克装置 对 这是欧洲的一个托克马克装置 它是呢 像这个空箱里边 它都是线圈 线圈呢 通过磁性约束 把这些等离子体呢 让它在空中悬浮着 因为它温度太高了 几十亿的温度啊 没有一个人类 发明不出一个物质来 能把它装起来 或者是拖起来 只有靠这个磁性 让它悬空着 哎 在这个情况下呢 点燃它 多少亿度的高温 让它产生这个 瞬间产生啊 这个核聚变 然后产生什么呢 产生热量 然后带动这个蒸汽发电 还是后边就是 发电站那么原理了 哈哈 就那么原理了 哎 那核聚变呢 就不是这样了 核聚变 吧 核聚变 这是托克马克装置的啊 我刚才说错了 这是核聚变的 托克马克装置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惯性约束装置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 的惯性约束呢 他这个图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图啊 就这 就是就是 第一个图 你找找啊 哎 对 哎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那个实验室的 这个里边的细节 可以看到啊 管道林里非常复杂 这个磁性约束呢 呃 就是刚刚看到 像个大线圈一样 这个惯性约束呢 实际上是 啊 需要好几个 特别长的 这个类似于 这个激光枪一样的东西 哎 它实际上呢 就是 一个激光发射器 刚才我们讲过 利弗莫尔实验室的 一个重要的能力呢 就是开发 这个激光装置 这个激光呢 它是最后呢 是在 呃 把那个 就是刀啊 这个刀的刀物质 就是刀原子 那个小球呢 像豌豆大小 个小球呢 放到那个八点上 192数的激光啊 高能激光呢 聚焦到 这个 直径10米的 这个 这个小点上 这个东西呢 可能包裹在一个 哎 小塑料源筒里边 这 高能激光呢 把这个原住体 加热之后呢 就会产生 X射线 然后热量呢 会迅速的把小球 转化为等离子体 把它压缩 最后产生聚变 这个时间特别短 大概是百万分之一秒 啊 特别那么短的时间 产生的能量呢 那就非常大了 那这个 这个目标呢 如果连续点燃 啊 那就是说 可以 比如一秒钟 点燃多少次 它就可以持续的产生热量 就可以核聚变发电了 这个 所谓的惯性约束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说 哎 在这个激光打到它上面的时候呢 哎 它会 它会产生个反作用力 这个反作用力呢 就会约束住这个物质 这不就惯性约束吗 这惯性约束呢 就这么来的 哎 就这么个惯性约束的东西 所以呢 核聚变的两大技术 托克马克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装置 就磁约束 和这个惯性约束 现在看起来呢 是什么呢 是惯性约束 有了突破 哎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呃 这个东西的由来 啊 那当然了 呃 目前看起来呢 这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进步 但是离商用 可能还很远 离中国网文小说里边那个呢 那还差的可能多少个光年呢 哈哈 呃 那当然说 现在这个核聚变的意思呢 就是说 是产生了能量的正增益 哎 就是说 激光打进去以后呢 你输入的能量 低于输出的能量 这是多少年来 无论是 呃 那个 磁聚变的 那个托克马克装置 就是那个 磁性约束里边 还有惯性约束 都没有做到的 哎 他们现在做到了 那么这个装置呢 现在看看呢 呃 很多专家认为啊 呃 也持乐观态度 但是呢 他们认为呢 呃 我们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 可能高兴的太早了 啊 你比如说 有一位这个专门研究的 这个高功率激光和聚变能的 这个牛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叫呃 格里高律吧 格里高律吧 格里高律 他说呢 呃 多年来啊 人们啊 聚变能源的一直被描述为 解决世界能源的这个圣碑 一种无限的清洁能源 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无碳排放需求啊 那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 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呢 实现了长期寻求的里程碑 就是在实验室中呢 首次证明了 盈亏平衡的热核聚变 那聚变反应中产生的能量呢 超过了输入的激光能量 显示出正能量增益 这就是这么个回事 呃 那他们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 实验的这个聚变方法呢 需要将物质啊 压缩千倍 哎 超高密度和温度 以模拟太阳的这种压力的 这个压缩效应 这就是自然界非常有效的 这个反应对 哎 这是这个牛津大学的教授的 这个解读 当然呢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 核材料专业的一个博士 他叫啊 马尔克维曼 他说呢 他说到目前为止啊 尽管进行了70年的研究 没有人从聚变反应中 获得的能量 超过需要输入的能量 哎 那么过去创纪录的呢 大概是70% 啊 就是说你输出能量 是输入能量的70% 那这一次呢 就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 这个声明啊 当然正式声明还没出来啊 这是透露出来的消息 如果被证明是真实的 那么将在人类历史上 树立一个非凡的里程碑 就这么一个milestone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绿色的 安全的 本质上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这种紧凑性的能源时代到来 哎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有可能会看到的 当然了这个意义呢 就是目前来说呢 还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离这个商业化呢 进步呢还差得很远 比如说做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产生那个高能激光的时候 他要用的能量是非常多的 我们现在呢 他现在这个实验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做生意 你投入 就是流动资金投入 和你产生的这个利润 哎这么一笔的话呢 是你利润首次超过了你流动资金 当然你的固定资产投资 你还没考虑进去呢 就是产生那么大能量的 激光的能量 还没考虑进去 只是考虑了激光的能量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明白吧 就是说产生激光的那个能量 还远远没有考虑到呢 所以现在这个呃 我不是说我们乐观太早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实验呢 只是说激光本身携带的能量的输入 低于了这个装置的输出 但是产生激光的这个能量 那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而现在这个装置产生的这个能量 和产生激光的能量比 还差得很远 你就可以理解成这个利润 和你的固定资产投资比 还没法不成比例呢 所以呢 我们不能高兴的太早 当然说 哎 这毕竟是一个特别大的进步 这个磁性约束和惯性约束 这两支里边 惯性约束领先了 大家知道中国呀 也是在早期呢 参加过欧洲啊 这原子能机构的那个 托克马克装置的实验 后来呢 自己也搭建了几个装置 就在合肥 非常大 我们地图上就不找了啊 那么这个装置呢 目前来说呢 据说呢也一直是有阶段性的进展啊 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进展 但是目前来说呢 如果美国的这个思路能对的话呢 可能呢 各个国家呢 都要调整自己的政策了 呃 那当然了 呃 如果这个就是说这么一个装置 能够真正的实现啊 实现 比如说在我们有生之年 30年 我们讲说还能活 30年50年 能够实现这么一个装置的话 那我们刚刚发的那一期 沙特也好 能源也好 中东也好 就全变了 哎 所以沙特为什么有危机感呢 因为不断的有可替代能源出现 那当然大量的网文小说里边 都有这样的一代一种可替代能源出现之后 整个石油行业 哎 就彻底的就变成渣了 是吧 包括其他的 任何的其他能源行业 都没法和这个核聚变 产生商业运行的这种效益来比 啊 那那时候呢 把它微信化之后 人类才真正的能进入空天时代 那好的 关于美国呀 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是可能取得的 这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呢 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因为做的比较匆忙 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